你好 这这个蟹豆配的这个醋是什么醋 配醋 这个严重买回来就是这样的 我吃这么多镇江醋 我从来没吃到过这种味道 回来我要买这个醋尝尝 太太后说这点厨子说 香港富豪饭头 福利门三个人 港币 8X3 5X3 人民币 7X6 2X3 长见识了 我想点都比较贵 有点滴味 不然我请你俩去今天吃饭饱了 红烧顶群翅 一味 一味 先尝一尝汤 这一个字 鲜味非常非常浓 鱼翅大家吃的其实没有太多特殊的 很浓重的鲜味 不太咸 那会跟你讲 我们说翅汤是非常好的 这边快点火腿丝 恰菜 酒黄 这个菜里边如果只有鱼翅 口感会比较单 因为它加点豆芽 盖点酒黄 就丰富和爱 咔嚓咔嚓 小脆 加上一个鱼翅那个胡鼻筋的感觉 应该也叫脆 然后加上恰菜那种脆 不同的口感增加层次嘛 反正你也没吃不上 官业尿竹生卷 三百一味 就是一条 它们是管独孙角独盛 基础的一个咸面烤 然后还是汤的味道 清汤 咸咸面烤 打起来 最后晚上一铺 里边那燕窝 写到独孙里 我不知道人家是蒸的还是什么 最后把这个汁外上一浇 外面很鲜很鲜的汁 但是口很清 口当餐 清淡 但是味道不饱里面 这好像有时候咱们家人炒菜 有人炒菜就是很咸 但没味儿 不香 这个不咸 但是味道很厚重 不显得寡而无味 蟹粉玻璃大虾球 一只四百八 人家给菜的香醋 我单尝了一口味道 相当好 脆汤鲜甜 这是说虾肉 炒 就是给了一个咸鲜的口味 刚才说脆汤鲜甜 只是说虾 我来尝一下蟹粉 很鲜香的大鸭蟹的味道 也是简单的鲜鲜 所以说底下蟹粉没有特殊 但是这个虾球的口味真的好 尖酿鲜蟹斗二百四 你们以为都是蟹肉吗 是醋鱼 洋葱和蟹肉炒的 洋葱那种甜香 主要是 因为蟹肉少的 洋葱多 所以吃不出太多蟹肉 这一口蟹肉 还蛮僵 直到一说是 它给它痛 特别有效 我觉得它这个醋 有化霉的味道 有橙皮的味道 就是酸味不太重 甜口和酸味吧 可哩哩太合适了 我估计它是自己调和的 然后这个蟹豆配的这个醋 是什么醋 黑醋 是师傅自己调和的吗 没有调和 这个盐中买回来就是这样的 正确的黑醋 这个醋好香 好香啊 对呀 我家里都是买的 我吃这么多正确 我从来没吃到过这个味道 回来我要买这个醋 要尝尝 红烧身锐 两块 就是佳鱼 这个好像没啥特殊的 百花蒸酿豆腐 280 底下是豆腐 豆腐上面放了一块 我们家虾妮子 其实你说的虾花 它上面这个汁 这个汤的味道 它就不是正常味精 调出来的状态 汤的感觉 这个虾胶还有点虾妮 非常有弹性 Q弹Q弹的 有嚼劲 豆腐就很普通了 就是一块豆腐 文斑翅 八两 1040 斑翅就是石斑鱼的 前面那个滑水的那个 鳍 简单的就是红烧 几乎就是把整个云南 前面这块都给你了 可是石斑鱼生最肥的一个味道 本来石斑鱼就很好吃 很肥很嫩 然后才捏子抽个最肥的位置 给你闷了 你们就想的 它就是一个红烧的味道 咸甜鲜香高级的东西 还选了个精华的位置 还能不好吃 周总林啊 这顿港币是 8000 3500 3块4 人民币是 7000 说实话你吃饱了 人家叫富豪食堂 大老板什么的 大明星来这吃饭 其实我也是想开开眼见点事情 人家叫鱼翅海鲜酒楼 菜单一打开 燕炮吃 花椒啊 海参啊 钱里面就全都是这种东西 高级食材 高级价钱 很贵